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MHKTV的老鶴和大家一起做節目的 盧總 你好 你好 老鶴 各位網友好 又到一個星期了 這個星期要講一下香港和台灣的新關係 這個關係就好像老鶴以前追女兒那時候 有些爭執關係大倒退 彭林一個分手邊緣的情況 你以前不要緊 只是女朋友 但是現在台灣和香港本來就不是女朋友 男朋友是兄弟波來的 但是現在搞到就是好像香港現在都步步進逼 對台灣很不客氣 突然間關了香港駐台灣辦事處搞哪一科 我就很老實講 我就覺得林鄭月娥就是她這班的食室米 就沒有用腦子去想東西的 當然香港和台灣的關係越來越糟糕 當然不是我們和台灣之間有什麼爭吵 蔡英文總統也好 或者之前的馬英九總統也好 都對香港的關係都比較溫和 和大家之間互相有很多合作的 現在林鄭月娥竟然就是玩這個靠邊站 就是選擇剔 當然她的主人或者她的老闆 要什麼的方向跟著哪一邊 其實最好在一國兩制的大框架之下 當然是獨善其身 你的老闆也好 你的主人也好 還有你的艾薩 你看清楚先 支持她的 立喊助威的 或者幫忙拖的 有什麼好處呢 不可以盲撐的嘛 不斷叫兩聲 立喊助威 鼓吵兒子開片 老大跟別人打架 就說 哎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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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算了 不用下手下腳打的嘛 林鄭月娥正正做現在的事情了 那借這個中國武漢肺炎 台灣那邊不知道為什麼突然爆了 多麼重要 又借一些意外出來 就是又把這個限制台灣人士入境 又或者在香港過了去台灣 現在回來香港的時候 有很多的限制的措施加納了 令到兩邊的距離越來越遠 再把現在這個經濟貿易文化的機關 又再關掉它 就好像跟台灣保持一個很長的距離 實在是非常之不濟 而且非常之不知 但是這樣搞這麼多的小動作呢 我覺得對台灣來說是沒有任何的傷害 只不過是對香港的人民 或者是旅客有很大的這些不方便的情況出來了 不單止對人民不好 對兩岸的民眾不好 實際上對於林鄭政府的形象都很差劣的 因為你現在香港本來呢 一個兩者就是率先誰犯嘛 那時候江澤民說 示範單位 現在將示範單位就是擦爛 簡直是擦爛烏 搞到一窩粥 嚇到蔡英文總統呢 本來就是 前年都看來沒有什麼機會了 會被韓國的魚吃掉了 誰知道呢 你一直反送中 搞到台灣民意就沸騰 就支持蔡英文 結果韓國那雙魚呢 就是跌了到太平洋 韓國魚就輸了 那現在蔡英文上來之後呢 那林鄭就當然是現在 看著老闆 還不反吐一口 就對於蔡英文 趁著你現在疫情呢 突然間又反覆了 有些這樣的 因為這個華航機師呢 沒有嚴格遵守規矩 又沒有報那個情況 搞到在社區有個小的感染 那現在就有三百多宗 百多宗就這樣 去了三級戒備 那林鄭就乘機落寫一下石就說 咦 台灣過來香港的那些女客 哇 要多複雜的措施 你可不可以簡化講一下 怎麼複雜化呢 很簡單講就是 台灣人不准入香港 OK 如果你是香港人在台灣回來的 你打了疫苗的呢 有足夠的時間 因為你知道打完第二針 你都要好像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的嘛 足夠的時間之後呢 然後你回來香港呢 你頭七天都要在一些固定的地方 不准出來 然後在第十二天之後呢 再要做這些檢測 那在十二天之前呢 你什麼地方都不准去 那之後第十六和第十九天呢 都要做多兩次的檢測 那如果你沒有打疫苗呢 就麻煩你 上機前呢 你一定要做這個七十二小時的 這個中國武漢肺炎的檢測 那證實了你是陰性之後呢 才准你回來香港 蹲二十一天 那又是那些什麼十六啊 十九啊 二十一啊 那些又要做幾次 總之你就驗到你頭暈 頭暈生氣 沒有了這些問題才准你出來 那其實就是叫你不要回來的 簡單點說 其實就是在疫苗搞這個阻攔 就是令到在台灣回來的 無論是真正台灣的民眾 或者在台灣的香港人 回香港呢 你就總之是 周身都不聚財 頭暈呢 就是 就是檢疫到你呢 就是頭暈都脫光的那裏 沒錯 那這招這樣 其實是阻斷兩岸人民交流 它是遮疫 就說防止這個台灣的疫情呢 就是波及香港 實情台灣過去那年的表現 有目共睹啦 香港就比台灣壞的 那現在呢 你現在林鄭就借勢 就是鬆無鬆役在那裏 反過來 就是妹仔大過的主人旁 有沒有搞錯啊 就是完全是不合比例的 這種這樣的 就是所謂防疫措施 對台灣的事件 可以看得到呢 老總啊 就是這一段事情呢 其實林鄭月娥是一個 心腸之非常之狹窄 忌仇忌恨 是不是 就是你 你不小心在街上撞到她一下 她總之都要追到你天腳底 由這個堅離地城 追到你去採紅 採紅入到西貢 她都要推你一下子 像深色的人來的 你很明顯 你現在看到她是很報復式 不理智的 對台灣的居民 或者是香港回流回來 台灣回流回來香港的 這些入境的人士 很多的這些珠般阻攔 其實 歸根究底都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根本就是蔡英文總統 在上一幕陳同佳事件裏面 就過了這個林鄭月娥一檔 就是人家很堅持她這個台灣本土意識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一個主權 不跟你玩什麼一個中國的這些東西 不承認你那套中國定出來的規矩 在陳同佳這個引渡事件裏面 就將了你林鄭月娥一軍 贏了你漂亮的一仗 很明顯這次林鄭月娥就在記仇了 那老總我想糾正你一句的詞語 你剛才說叫做示範單位 在一國兩制已經消失了的框架之下 現在變成一國一制 我們香港要跟隨大陸的步伐 我們不是再叫示範單位的了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詞語 叫做樣板防 就是叫做樣板防給蔡英文總統體 其實這個樣板防的一國兩制 也是經過林鄭月娥 在上次陳同佳事件裏面 真的已經插得七七八八 台灣人就不會再受你一國兩制 這一劑的事件 就是再信你中共的那一套 就落理疊 想什麼的統一 什麼的一國兩制之下和平復合 如此類推 也在這一幕的事件 就是善了老闆一幕 我想林鄭不多不少 都被那些北邊的老闆 那些stakeholders 趙阿輝 邊策過 所以他那個仇恨 對蔡英文總統 特別是很多人將 這個港台兩地的女性的領導人作比較 他考第一的嘛 讓都要贏的嘛 哎呀 豈有此 你竟然比你的蔡英文總統 贏你這麼多 評分又贏你這麼高 他當然是深仇這個大行 要對他進行這個報復 其實就是借疫苗 抹黑台灣的這個疫情的管治的水平 這個很明顯 這些林鄭就在小人的作為 三分顏色上大紅 剛才你搞定我說你是對的 不過那些中文就很慘 就沒有這個past tense 剛才我講的一國兩國事物單位是past tense 是過去式來的 你就當現在式 不要緊 你講那個藥物版的防令 你想想香港這個 這個爛鬼劏房 試什麼鬼犯啊 什麼見到你就吐 喂 其實上一次反送中運動裡面 那個陳同佳案 實情台灣呢 就是對林鄭 就是簡直是過不止一動 過了N動 就是拆穿她說謊 拆穿她呢 就是台灣有N次來查詢 陳同佳案發生的事 要對香港做通報 那麽林鄭就收了別人的訊息 完全是民風不動 完全是不理 那麽當人家台灣就沒有道 因為人家台灣的攻銜裡面 有中華民國的字樣的 因為人家真是一個主權國家來的嘛 那麽所以這方面 林鄭現在還不趁機呢 就是大反攻 這個大反攻呢 就是用這些疫情 就是等於對香港民眾的防疫的措施 是用到很苛刻 是很酷症的方法 是完全是不合比例的 一種嚴厲的方法來對香港人 現在就拿回來對台灣 你想這個人的心腸 怎麽適合再做特首啊 何況現在香港的疫情 也都不是說好得十分之好 仍然有限聚令 如果你這麽好 為什麽你不取消了限聚令 不取消了所有那些堂食的規限 你實際上是借疫 是打壓民權 是借疫來打台灣的形象 這些這樣的小人居心呢 是眾人 就是路人皆見 我真的看不過眼 其實老實說老總 現在香港已經來了很多天 沒有什麽的不明源頭的個案 那麽很老實說 就是在我個人的認為 就是所謂的中國武漢肺炎 爆什麽疫情很嚴重 每天林鄭出來就好像老爸中病死了 那隻虎口虎臉 陳肇始嚇你 一眾幫政府抬繳那些所謂的醫療界的professional 說得很嚴峻 其實我覺得到現在目前為止 香港這個武漢肺炎就好像老鼠尾山瘡那樣 其實已經很輕微 但是在香港裏面所有的現在的情況很慘 三十四五度的天使 大家還要戴著這個口罩 就是熱到就頂不住 亦都呼吸很困難 特別在一些戶外工作的老友記 地盤工 露面收路的工人 送餐 開車的這些司機 其實每一天真是慘過就真是有型 你說台灣是不是很嚴重呢 它突然之間爆得很出來 但是我們看到台灣的群眾上下一心 就是蔡英文總統在她的面書裡面 share的一些圖片 它竟然可以令到整個國家很多不同的地區 整條街都沒有人的 我老早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這些照片 換句話說台灣的人是很團結 全部就是你說她怕死也行 你說她聽總統吩咐也好 全部不出街 那你不出街就自然就將這個 疫情就有限度這樣去控制 很快就得到一個舒緩 近這一兩天其實也都看到台灣的疫情也都不是爆得那麼厲害 加上就算你每一天二百多鐘 八多鐘 去到三百多鐘 史無前例這麼高 退比台灣的人口 其實也都不是什麼很嚴峻的一件事 尤其是台灣在疫情裡面 它那種的抗疫的決心 防衛的措施加上它自己也都開始研發自己的疫苗 你會給到台灣人很大的信心 甚至他們很多的國民 都用一些實名登記的電子貨幣 這些的出入的apps 各方面的東西 起碼它對政府是很信任的 那我相信台灣很短時間就會回到正常 那麼你這麼早 第一天就見人家一爆一兩單 就立刻要去到實驗室 這麼緊急制 我就覺得根本就是太過分的一個做法 即是措施加上的溶酸 是 這個是三分顏色上大紅 林鄭做得很噁心 而且是她那種居心 就是趁人家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並沒有半句去慰問 那就簡直就是封鎖你 簡直就是禁制你 簡直就是一種沒有跟你心的表現 台灣和香港的距離這麼近 台灣和香港人的交往這麼密切 台灣和香港很多東西都是一衣帶水 就真的很多東西 就是跟大家那個文化的體系 各方面都十分十分之接近 林鄭居然沒有做任何這樣的 對岸對台灣的人的一種同情 或者一種幫忙 就是威問都不算了 就是你有疫情 大家都有疫情 但是她馬上就拉閘 我覺得這種這樣的冷酷無情 是林鄭的性格的臨離盡致的表現 何況台灣買疫苗在國際上是受到中共的打壓 去買一個德國的疫苗就給中共 就是禮橫手 施壓令到台灣不可以直接買到 好 拜登現在看到台灣 就是每天突然間有幾百宗了 每天過程 馬上就是送以千萬計的劑的這個疫苗給台灣 就是馬上是做的 就是比起上來 中共呢 就是官方就是假聲聲去說 國藥的疫苗啊 我們的疫苗可以幫你 這種這樣的偽善的行為呢 高下立判啊 龍岳 有一件事就叫做貓哭老鼠假慈悲 所謂的血濃於水呢 去到緊急關頭呢 就是那些親戚呢 就是知道你在水緊 就關門啊 不聽電話啊 或者是Blog你啊 在Facebook unfriend你 中共和這個港共政府就做到足了 但是我相信呢 台灣是得度多助的 尤其是呢 中共剛才你說了 這個德國買疫苗 甚至是這個世衛啊 鹹濕菜啊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 都不讓台灣去旁聽啊 那這一件事也是很令人發指的 不過呢 我覺得呢 台灣和香港的友誼 就是你有你官方 擺有晚糧的面孔打壓 人家民間裡面 對台灣人民那種友好感激之情呢 我們就永遠就是不會忘記的 那大家都可以知道了 前一陣子中共又打壓台灣 不讓它入口這個鳳梨 和台灣人民買得最多的鳳梨 就是我們香港 那就是換句話說大家純齒相依 大家就一個奶茶聯盟了 那不用太擔心 那但是我就反而覺得呢 現在這個香港政府呢 我也不知道他怎樣收課 其實你現在再把這個經濟啊 貿易啊 和文化這個辦事樹關掉它呢 是完全沒有邏輯的 第一 之前那個在裡面坐管那個人呢 因為他那個工作 visa完了 回來了 過了年多 近兩年 都一直都沒有懶懶 不找過那個補充 已經是一早就有這個先兆就不搞了 但是你看回台灣和香港人民的密切 那如果你沒有了一個聯絡單位在裡面 就是處理一些的經濟貿易的文化裡面的一些事宜呢 其實是趕不過去的 那你是不是就是想以後 就是想和台灣斷交呢 是不是就是馬上走這個台灣 和中國那種的對立的方法 那你對整個香港根本就是沒有好處 那我當然也不明白他胡蘿裡買什麼藥 你搞到去到這麼盡呢 其實是拆不了這個炸彈的 是啊 你不要這樣 就是 你太好心了 其實根本就是一個壞心腸 根本就是一個政治任務 一種政治掛稅 代這個老闆呢 就去打壓台灣 那就是他做了一個馬前竹 他完全不是和兩岸人民 兩岸民眾的交流 社會的經濟發展的需要著眼 他完全是服從共產黨那套政治 你現在台灣不聽話嘛 所以就是跟老闆就要打你 就要壓你 那現在還要撤住香港駐台北的 一個經濟貿易辦事處 經濟文化辦事處 這種做法本身就不是為一些兩岸的民調著想 是完全共產黨政治掛稅 這種政治掛稅是危害心願的 因為呢 台灣和香港嚴格來說不是任何外交問題 因為呢 兩個不是主權的 就是對等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是人民交流 是一個民間的一個關係來的 如果林鄭用政治 就是現在真的是政治化 蓋過這個這樣的人民交往呢 都後來受苦的是台灣和香港人 特別是香港人 台灣人沒有什麼受苦的 因為台灣本身 它那個門口是大開的 是你現在 特區政府 自己關了自己的一個大門 這個真是如不可及 而且呢 台灣和香港的人民的通分呢 也都不見得比你中國和香港裡面的人民通分少很多 我很多的朋友 甚至我很尊敬的黃毓民先生 他的太太都是台灣人啦 是不是呢 我幾個朋友都是娶了台灣人做太太 就是現在你這樣搞 遲些 就是兩地的人民交往 會受影響我都很大的 question mark 都很擔心這件事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老總 就是我都不知道這次究竟是林鄭月娥 玩小聰明 自己自以為是 自己先走 還是她受到大陸的order 這個中國口交部 最喜歡呢 就是在Twitter裡面 看那些女生穿黑色的趙立堅 趙立堅就立刻出來說 哎 我不知道有這樣的事啊 我要了解一下清楚一點 就是究竟是發生什麼事的事先 就是指教國往例 就是如果有些什麼事台灣做得不好 或者他們 他們第一時間就出來就是撐行了 但是這樣的看法呢 好像是置身於事外那樣 但是雖然有香港的 很多的時事評論員都說 香港是受到台灣 Sorry 中國的這個指使做這件事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林鄭月娥呢 就是因為現在這條契弟 打算要連任 要搏正職做到盡 哄大陸老人開心 堅守大陸老人走的路線 你看看沒有人走得好似我跟隨你那樣貼的 我是你想人選 你當然選我啦 選我啦 我覺得是他這次自發自為 多於他受這個中國的命令 不是完全自發自為的 因為呢 始終對台關係呢 在中共近年來講 都擺個位置挺重的 我相信她是有這樣的指令 但是具體周行是不是去到這麼盡呢 這個就是拿捏的 就是林鄭就 只有沒有最左 只有更左 因為知道老闆喜歡這種超限戰的作截模式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林鄭就一定是交心就交到她頭頂的 我覺得她這樣做呢 是最後都是連累習近平的 因為習近平是利用這個窗口的嘛 利用窗口透過香港來打台灣的嘛 你現在就連香港這個窗口你都關了 那習近平為什麼要太平洋透過美國去對台灣 你真的傻的 他就很想讓人做戰狼 又不看清楚他一隻的鵝 做一隻的戰鵝 戰鵝最多都是鵝著鵝 那是做了什麼呢 是不是其實在這個情況 一個聰明的一個特區的領導人 當然是留一個窗口 讓你中國和台灣有一個下台街 或者可以中間在自己的地方 可以舒緩聊天 做一些疏通的動作 簡單來說 如果一個嫁嫁嫁入一個家裡 兒子和婆婆之間有爭執 難道那個家嫁站在兒子那邊一起和婆婆吵架嗎 一生一家都不會寧靜 林鄭月娥就不明白這個倫常的道理了 可以想像到她家裡有幾個馬家無寧日 一個不懂持家有道的人來溫香港就死得人多了 老總你認不認得我答應 我想她讀書也不夠好 她就懂得一些天書 她的計證書 她考試了 拿到很多A 很多1 她忘記讀毛選了 毛選就變成說老毛要區分兩種矛盾 一種就是人民內部矛盾 一種就是敵我矛盾 她就做過農作 把台港就當成敵我矛盾 怎麼會敵我矛盾 一定是人民內部矛盾 現在用敵我矛盾的方式 她想說去解救 實情實際上就是越描越黑 我相信她這樣把香港放在一個主動出擊 而且還是做到盡的位置 到最後她是很難退台的 因為現在台灣一定是四兩撥千斤的 你放心 台灣的蔡英文的外交手段 一定高強過林鄭的 高強很多 我相信台灣 就是你有你發瘋 或者是你有你嘴苗苗 或者是你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她一定會是保持一個輕鬆 就是當街裏面有這麼多狗在那裡吠 難道我每隻隻狗都回應嗎 對不對 沒錯 好 林鄭這段台港的大戲大龍鳳 新的醜態還等林鄭怎麼自編自演 我們要觀察一下她怎麼收課 因為關了門之後 台港之間的聯繫連民間都斷了 實際上是很糟糕的 另外加拿大的疫苗 開始有自製疫苗 這個很糟糕 是啊 現在的自製疫苗 是有幾間公司開發的 現在首先開發也是和英國有關的 英國的藥業巨脈 這個格蘭素斯克 Grasus Smith Crine 簡稱GSK 和加拿大的生物製藥公司 叫做Medicago 在試驗一個新藥 第二期臨床試驗 已經有些好消息 結果顯示 這個所產生的保護抗體 要比患者血清裡面的抗體水平高10倍 很厲害 這個臨床試驗做600多人 由18歲到18歲之間 500個真正接種了加拿大國產疫苗 另外100人注射了安慰劑 沒有嚴重的不良反應 這個叫做蛋白疫苗 其實這個藥是在動物的蛋白裡煉出來的嗎 不是動物 是植物蛋白 植物 OK 公佈了會投資2.14億加元 幫助加拿大公司去開發新的疫苗 除了這間 現在第二期 還要試第三期 另外一間公司 都是本地公司 正在開發 做了第一期 這個稍微遲些些 這間叫做普羅德維登斯的公司 在亞省的 是一種mRNA疫苗 我就想起有一劑冤大頭的投資的騙案 就是有一個國家的總理 誤上拆船 將它的稅金 人民的稅金 投資了在一個病毒發展大局裡面 一起合作研發這個疫苗 到目前為止 通街都有疫苗了 它那個疫苗的sample 都還沒有拿到 你見不見得這劑的慘案呢 是啊 加拿大 加拿大去年 記不記得上半年 是啊 跟中國一間藥業公司 合作開發這個疫苗 當時全世界都在 到處跑去找病毒株 加拿大 當時搭上了中國大陸這間公司 然後開發 到了後期 加拿大要求 加拿大的國家實驗室 就要求 你拿個病毒株來 不拿 結果就抓到 錢就出來了 是 結果就變成沒有了 有頭威沒有尾陣 加拿大的衛生專家 加拿大那些疫苗專家 都這麼醒目的 會找到一個這麼好的拍檔 就是 他們的眼鏡度數不好啊 還是眼睛天生有缺陷呢 哎呀 我也不知道啊 更有人曾經有講過 這個在武漢裏面那個什麼 P40驗室 其實現在要研發這個 所謂的新型冠狀病毒 其實加拿大也有份 放錢下去研究 那麼這一幕 我們都很冤大頭 哈哈 這樣就不要跪加拿大 加拿大就不是第一個 不是唯一國家 德國 法國 美國 加拿大 都是有份 當時是應該說回 五年前的事情 是那個 上一任總統 不是這個特朗普 OK 是那個非洲裔總統時期 啊 明白明白 是啊 所以 所以當時呢 對於這種這樣的東西 當時當然完全沒有任何什麼 武漢肺炎的事件 就是當時是當作一種 生物的實驗研究的 那時候是 那個源頭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沙士病毒 由沙士病毒引申開來 然後呢 就是研究這種病毒 怎樣去破解 怎樣去防治 是從這個將來 就是這種這樣的病毒 防止它復發的目標開始 那所以就搭上了P4實驗室 你知道P4實驗室呢 就是法國 是提供 圖籍給中國的 給了專家的 不過它解放了 後來呢 就是rub了這個圖籍 然後跟著自己改建 然後就踢掉了法國之後 那才搞到今天的大頭髮 那現在說 好像美國發現 越來越多的間接證據 證明這個病毒 是由這個實驗室那裡出來的 唉 這次真是正宗養狼狗 咬神狼啊 老總 現在我怕 我怕不是咬神狼 我怕你的腦都被牠吃了 真是整個死了 就是咬神狼 你都是殘障而已 整個人都吃鬼了你 那就是說 唉 你這個是 這個我們以前那個 那個童話故事或者語言故事 這個烏龜貝蝶子過河 本性就是 走到河中間就吃鬼了你 老實 真是選拍檔 選合作的這些伙伴 不看清楚一點 真是唉 現在就有英國的公司 也有其他公司合作 所以希望在年底 就會有第一劑的加拿大的疫苗出 雖然說遲了 但是這個病毒 你看現在的趨勢 會延續到下年的機會都很大的 所謂延續到下年就是說 世界上疫情放緩 是一定一步步離 可能是英國先 可能是以色列先 可能是美國先 這些有能力 也都是主力開發疫苗的國家先行 然後跟著加拿大是第二波 然後加拿大開發疫苗 可能就用來幫助那些發展中國家 特別是巴西、非洲國家 那很希望我們的疫苗 正宗加拿大出品 觀眾有信心 就是怎樣都可以的 由於我們在法治療的這個領域上面 的開發 這個叫R&D 一直都是領先世界各地的 那麼這一個呢 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將加拿大的軟實力 和可以幫助到一些貧府的國家 令到更加多些人 就不用受這個中國武漢肺炎的影響 也都當然我們相信 雖然道路很多 交交地 但是我們都不會好像某些國家 那樣走這個疫苗的 這個以疫情霸 或者這個疫苗 就是拿來做一些外交的工具 那我想呢 都是管著這個友好協助 很多不同的國家 就是這個大外的精神呢 我都對這個執政黨 都有一個信心一票的 是這方面 加拿大可以說不用憂慮的 因為加拿大是發明了 胰島素的國家來的 大家知道胰島素是糖尿病夠升的 所以在這方面 往績就是相當之良麗 這個就等時間了 可能後發才知道的 因為現在世界上的確出現了疫苗 相當不平均的情況 發展中國家就走得很快 那些第二級 第三級的國家 就是跟得很貼 至於第三級 世界呢 現在就很慘的 你看看印度 印度 它是幫人家 就是為他人做假衣裳 幫人家建屋 但是自己沒有屋住的情況 因為它是人家給它製造的藥 就是運了出去外面 它都有疫情 現在有變種病毒之後 印度現在就要等其他國家幫他 這個都是 就是世界上那個所謂疫苗號 一個不均等的情況 以後都是看世衛應該改造 真是應該將台灣加盟下去做 起碼都是在WHA 世衛的大會那裡 要給台灣加入才對的 因為台灣的確很多方面的 經驗和智慧嘛 沒錯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老總 好 好 那我們講到這麼多 好多謝各位網友 好多謝各位網友 好多謝大家支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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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HKTV的觀眾大家好 2021年到的營運基金眾籌計劃已經開始了 今年我們希望達到40萬的目標 去支持我們2021年的公司營運 希望各位可以鼎力支持MIHKTV 讓我們可以繼續為大家發聲 以及製作更高質素的節目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們 都可以用以下幾種方法 各位可以銀行入售到匯豐銀行 恆生銀行和工商銀行 可以PayPal去我們的公司戶口 亦可以PayMe或者轉數快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觀眾 海外的觀眾 都可以選用這個方法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打來3955673 或者WhatsApp我們98108874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MIHKTV